從青菜品質到火候控制 要炒出一番好的青菜 需要經驗的累積 我在鼎帶方任職21年 進來差不多半年吧 會那麼早成為達人是因為 中秋天那時候是有一個走廊 出菜有一個走廊 梁先生每天都會巡視店 在走廊的時候有看到出菜的青菜 他覺得炒得不錯 結果後續他有去後廚看 是哪位師傅炒的 當時我在炒的時候 梁先生是站在後面看的 我也不知道他是老闆 他那時候進來看 每天都會進來看 他覺得這個師傅炒得不錯 早去的話我都會先看青菜品質 對 青菜品質比較重要 沒有好的青菜炒不出那種品質 看完青菜品質之後 我們就會去爐台那裡 看師傅的製作這樣子 當然我要精髓 就是要把公司好的文化傳承下去 目前在S3擔任主廚李偉聖 李偉聖師傅 在交流當中就是會 每間店都是會去看 那時候有在注意偉聖師傅 偉聖師傅他炒得還不錯 他做的事就是中規中絕 看到偉聖做人 他的火候控制還有報廂那些 都很不錯的在選擇他 我在鼎泰峰任職今年滿13年 在差不多第10年的時候 成為青菜達人 協助俊濤師傅至中南部青菜交流 在成為達人之前 他都會觀察同仁炒製青菜的流程 多請教 多學習 互相討論 增進技能穩定度 說實在 壓力很大 最後想一想 不然就當作挑戰吧 試試看 因為我也沒有去交流過 就是互相學習吧 互相進步 我想鼎泰峰達人文化的精髓 應該就是傳承吧 傳承就是把好的文化 分享給每一位夥伴 展覧 成功 尤其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